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開始臺灣最前線 永續臺灣看得見 臺灣改前線 永續臺灣看得到 今天我們要邀請徐光榮教授 徐光榮教授他在台區科學 也是臺灣環保聯名的燕蠟柏教授 也是學士的教育人 今天我們是很想請教徐教授 因為最近有一些名詞 我想對一般的臺灣民眾大概都不了解 譬如說有一個所謂的 stress test 就是這個壓力測驗 能不能請教徐教授 跟我們深入前出的解釋一下 壓力測試其實是一個縮寫 這個是歐盟在2011年 日本311福島核災之後 他們就發現說核能電廠 居然會有這麼多機組同時出問題 所以他們就開了很多次的會 就設計了一套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全名叫做 廣博地透明地安全與風險評估 那簡稱就叫做 stress test 那我們中文就把它翻譯成壓力測試 但是不是實際的壓力有多少的測試 而是說當你碰到天災的時候 在你的設計範圍內 或者是超出設計範圍的時候 你這個電廠不能夠承受這種變動 所以它的名稱是這個樣子 那它的目的雖然 我們講雖然它的名詞叫做廣博的 可是它其實目標只有什麼呢? 只有針對天災 天災看你這個核能機組能不能承受 那超出你核能機組設計的時候 那你假如發生意外 你的這個應變措施是什麼樣? 你的因應措施是什麼樣? 那這個所謂天災有沒有包括說 那就不只是只有限定在核能核電廠 像颱風 海嘯 這個也是可以用在這個範圍嗎? 對 就是它是針對核電廠做的這個 程序 那看你這個核電廠所在的位置 所以你可能的天災是什麼? 海嘯 地震或者是火山 或者是洪水 那假如發生在你的設計範圍 你是不是OK? 超出你的範圍的時候 你有哪些的因應措施 那真的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那所以它的目標呢 雖然是廣博的 comprehensive 可是它其實只有限定在天災 那像這種 stress test 台電以前有沒有做呢? 還是說今年開始做 這個 stress test 其實是我剛剛稍微提了 就是歐盟在311核災之後 它才弄出了一個辦法這樣 那這個辦法呢 在歐盟所有的國家都做完了 那我們的這個原子能委員會 去年就跟歐盟的人接觸 說我們台灣也要來做一個 那你可不可以來幫我們做了? 那剛剛忘記提就是說 壓力測試說你這個核電廠能不能承受嗎? 可是它不管你喔 這個討論裡面完全不談 你這個機組原來的設計是不是有問題? 它不管 還有你這個廠用了幾年也不管 所以新廠似乎跟三十幾年的電廠 它都一視同仁 還有你的文化 你的維修紀錄 還有你的核能管制機構的管理好不好 這個都不在它的討論之列 所以雖然叫做comprehensive 所謂的廣播的 其實它是非常狹窄的 因為核電廠像我們那個都快借那個被疫年齡了 對 說起來應該是一年的跟三十年的 對 就像我們車子一樣 你老車你一年就要去驗兩次 那你新車 那像這個壓力測驗 是因為日本311以後才開始 那是歐洲它是哪個國家先 有先見之明說應該要做這個 而不是美國 這個是歐盟的核能管制機構的人聯合起來 他們開過幾次會 他們就覺得要針對他們自己所有的電廠 來有一套類似檢查的程序 所以看起來歐洲還是比美國 對這個核電的安全性是比較關心 這個或許也可能是說 因為歐洲有很多國家 而且國家都很小 然後都很臨接 美國地廣 所以可能他們發生問題 大概也比較不重要 可能他們自己有一套他們的對應 可是他們就沒有去跟其他國家接觸這樣 所以歐盟的這個歐洲的這個壓力測驗 所以美國它有沒有做呢 沒有 那我們是第一個 應該不是 就是我們是第一個非歐洲的國家來做的 歐盟裡面其實有做的 還有包括像瑞士不是歐盟成員 可是他也有參與做這個 那我們去年的時候 原子能委員會就跟歐盟接觸 那剛剛我們說它的名稱裡面 除了那個廣博的之外 還有叫透明的 這是transparent 那歐洲的這個壓力測試的過程裡面 他說除了你國家自己的這個壓力測試報告之外 你還希望你有這個民間的參與 所以我們原能會去跟歐盟接觸之後 歐盟就有跟原能會表達這個意思 所以歐盟就透過一些團體 就找了我們台灣的五個民間團體的代表 那我們環保聯盟就是找我這樣 是是是 所以我們許教授真的是很關心我們台灣 他奉獻了很多的時間 精力等等 不是 這個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知道這個過程的一些問題這樣 然後能不能再請教一下 他這個壓力測驗到底包括了哪些項目呢 他的項目是 應該講我還是要把這個過程講一下 這個壓力測試是說每一個國家 先自己每一個電廠寫一個報告 就針對他哪些事情 我們剛剛講的 在設計之內的天災 超出設計之內的天災 還有萬一發生緊急措施 你有怎麼樣的因應這樣 每一個電廠寫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呢 每一個電廠的報告 就交到你這個國家的核能管制機構 我們台灣就是原子能委員會 那原子能委員會就把這個所有的報告 整理成一份 叫做所謂的國家報告 那等我們整理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送到歐盟去 那歐盟會把它所有的來往信件 都放在歐盟的網頁上 所以那原子能委員會通知歐盟 說國家報告送到了 所以歐盟也就通知我們這幾個民間團體的人 說你們可以去上網看 那這個台灣的國家報告呢 給你們兩個月的時間 那你們針對這個內容 提出你們的意見這樣 然後9月的時候就是剛過的這個9月中 那歐盟的人就來現場 所以他們來了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裡面拜訪了兩個電場 實際的實際有去看兩個電場 然後跟不同的單位有做對話 了解更進一步的情形這樣 那原來有安排一個時間 有一天上午跟民間團體的代表見面 那我們大家都準備好了 所有的資料準備好了 但是我們去原子能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原能會大概派了快將近100個正報警察 歡迎我們 那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侮辱的事情 為什麼要正報警察呢 對 我們 我們既然是在正規程序下 應該來跟大家討論的 你為什麼把我們當報名 你們才幾個人過去 我們大概才六七個人吧 才六七個人過去 然後呢 本來這些 因為這個歐盟的壓力測試 歐盟自己本身也有很多語言嘛 所以他說壓力測試的語言要用討論的等等文件 都是英文啦 那我們有說 因為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 所以希望一些重要的文件都可以翻成中文 這合理的要求 然後我們說我們跟歐盟會面的時候 原能會應該要請一個即席翻譯 全程翻 這些都被拒絕 這些都被拒絕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行政單位故意的 他不希望 包括正報警察 他不希望我們跟歐盟的人 有充分溝通的機會 他希望盡量限制我們跟歐盟溝通的機會這樣 這樣的話 歐盟就可能不知道台灣的真正問題 所以很可惜 這真的是台灣很嚴重的問題 我也聽說以前我們那個核電在評估的時候 去參與會議的一些教授 他說哇 台電那倉庫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有些都是原文 有些說不定還有什麼別的國家的語言 那看都看不懂 還講說如果把它 把它用自己的語言這樣寫出一些SOP 所以確實是一定要寫成自己國家的語言 比較不會產生誤會 然後這個台灣NGO參與的過程 项目呢 對 項目我們剛剛就已經提過了 剛剛提過的就是這個核電廠 它的設計基準是什麼 那它可以應付什麼樣的天災情況 譬如說我們可以防震多少 那海嘯多高的時候 現況是這樣 那萬一超出 其實在歐盟規定的壓力測試裡面 是說其實一萬年裡面歷史紀錄的都要去考量 那我們其實用的資料非常的狹窄 甚至連那個十九世紀的時候 一萬年 對 它是說要一萬年 我們人類歷史 就是你歷史上考古能夠找到的那個 因為有的時候可以在地質的資料看到 你會到多高啦 地震有多強啦 這個天災的改變 有的時候是可以找得到 就是你可以找得到 你的設計就要去看你能不能防那個 那我們認為說我們的問題是這樣 我們給人家的資料是有問題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 其實歐盟的壓力測試 它所討論的範圍是很狹窄的 就是你這個電廠設計的基準是多少 然後假如超出你設計基準的天災發生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防禦措施 那假如你這些防禦措施都失敗的話 真的發生緊急事件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 那其實只有討論這三種情況 那我們剛剛講的 它也不管你年齡是多少 也不管你原來反應爐的設計有沒有問題 對… 所以還是有一些缺點 對… 那因為習光 許教授有實際參與的經驗 那能不能請您談談整個台灣 你代表MGO去參加的過程 能不能稍微跟我們聊一聊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看這個報告呢 當然不是…應該是說 不是所有人對看報告都習慣了 因為這樣的報告是一個算是滿技術性的 對 其實你要先了解這個報告的基礎是什麼 報告的這個基礎是原子能委員會寫的 它是整理台電的各個電廠的資料 那在歐盟的報告裡面呢 國家的管制機構就要來評 評說這些電廠寫的報告寫得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缺失 第一個在我們原能會送給人家的國家報告裡面 我們原能會都沒有批評 台電寫什麼他就把它貼上去了 沒有任何的評論 就是沒有監督的責任 對 可以這麼講 就是它每一章節裡面 它大概有分四個章 每一章的最後一個節 就是這個regulator 就是你這個國家的管制機構 你要說上面的資料是不是對的 或者是它哪裡不足正在補充 我們其實都沒有寫 所以我們台灣的原委會等於是 台電下面的一個機構嗎 對 第一個是這件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什麼呢 你仔細看它你就發現 第一個我們台灣的核電廠 現在的一二三都在斷層的附近 對 一個是叫三角斷層在核一跟核二之間 在兩個之間 離核一大概五公里 離核二只有七公里 這個斷層的長度是50點 現在最新的資料是74公里 那核山廠有恆春斷層穿過廠區 它的長度是41公里 這是已經證實的長度 可是我們原子能委員會提給人家的國家報告 裡面三角斷層變短了 51公里不到 實際是74公里了 恆春斷層只有16公里 實際上是41公里 那為什麼呢 這個國家報告提出來的時候 是今年的5月底 5月28號日期上面寫的 那在4月中的時候 原能會主委去立法院報告 都用最新的資料 而且他說合一合二之間的這個三角斷層呢 可能不只74公里 可能還在往外深 可能到120公里 那斷層越長呢 萬一發生錯動的時候 地震就越強 那為什麼在4月中的報告 用比較新的資料 在5月底給外國人看的資料裡面 用比較短的資料呢 這件事情我們就去質疑原能會 原能會起先說 我們裡面有寫 那後來我們問他說 你到底告訴我們 這個報告裡面的哪一頁裡面有寫 說再改 他答不出來 因為裡面沒有寫 那後來他就支支吾吾吾 然後就說 人家歐盟說什麼什麼裡面說 只要提供他們2011年6月30號的資料就好了 歐盟我們去信歐盟 歐盟說沒有講這件事情 只是提這個日期 2011年6月30號的日期是因為 說所有的電廠都要做 只要你在那個時候 就是2011年的6月底 還在運轉的電廠 都需要做壓力測試 那我們隨便就講說 人家要我們提供的是舊資料 既然是壓力測試 當然是說用越新的資料就越好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根本就故意撒謊 就台灣就是 就應付過去就好了 那要是這樣子的話 你乾脆就不要參加歐盟的壓力測試 對 那我們就懷疑了 因為大家記得本來 今年3月左右 江一話就說我們要來核四公投 那或許這個請歐洲來做壓力測試 你就給人家看舊資料嘛 也沒有人提出質疑 那看起來好像都不錯 所以說不定歐盟就說那你不錯 那這個說不定可以來當核電廠安全的背書 那我們就有指出這一點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在這大概有500多頁的壓力測試報告裡面 有一半的篇幅都有講到一件事情 叫做斷燃處置 斷燃處置 這件事情呢 假如你去Google一下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今年我們的政府官員講了很多 包括馬英九 江一話 所有的人都說我們核電廠是很安全的 只要發生萬一核電廠失控的話 我們就會有斷燃處置措施 所以台灣絕對不會發生像福島核災這樣的事情 那斷燃處置到底有沒有真的經過審核 所以大家就去問問問問問 問的結果呢 逼急了原子能委員會 所以終於在今年的5月 今年的6月出了一個新聞稿 他說我還沒有審 江 原子能委員江以嚴格的方式來審查 江的意思就是根本沒有審 那你寫在國家報告裡面花了一半的蝙蝠 告訴人家說我們有一個斷燃處置措施 然後是江 對 根本就沒有審過的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種欺騙嘛 那我們的核能監督機構是真的在監督嗎? 這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還有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核 這個所謂的壓力測試 它是要看你核電廠能不能承受嘛 可是它都沒有去討論這個管制機構對於這個電廠 到底它的監督能力是多少 隨便講個例子好了 大家知道核市蓋得很差嘛 常常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新聞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年初就蘋果日報爆料 說核市場在蓋蓋蓋的過程裡面 就發現台電自己去改了394項的設計 就是今天我是一個司機 我常常買車來用 那我今天就說我要自己來蓋個車 對 我就買了一堆零件 那我就覺得買了一個圖來 那我就覺得零件可能兜不上 我就自己把圖改一改 改一改 改完了說你來用了 那當然不合 因為我根本沒這個訓練 台電從來沒有蓋過核電廠 可是它已經改了390幾項 在2008年 2008年這個改了之後 這個被報紙爆料 所以原子能委員會就罰台電 罰台電罰多少錢 50萬台幣 小case 罰50萬台幣 那其實你看原子能委員會的監督紀錄 其實以前就有人檢舉 可是在它的報告裡面說 查無實據 可是等到報紙出現的時候 它就罰台電罰50萬台幣 那台電有沒有因此警戒 沒有 到了那一年底 原子能委員會又發現台電呢 又改了大概700項 這個是不是有人捐集呢 這個我就不清楚 這個不清楚 所以原子能委員會就很生氣 所以就再加罰它350萬 再加罰350萬 那現在就變成400萬了嘛 那有沒有遏職呢 沒有 到了去年底的時候 去年初 又發現更多 又會被改了差不多400項 這個在學校不要使當 對 又改了400項 所以就再罰它1500萬 那你認為有用嗎 我認為是沒有用 為什麼 台電反正虧損 就加電價嘛 罰你 你即使罰它1億好了 對它一點無關痛揚啊 加一點點電費就回來了 所以其實這個表示什麼 我們的原子能管制機構 根本管不了台電嘛 根本管不了台電 所以這個也不是壓力測試 要討論的東西 那從表面上來看 你怎麼看得出來 你從書 從它做的報告 你怎麼看得出來 它有這個問題呢 看不出來嘛 所以第一個我們當然說 壓力測試是一個過程 但是它的過程是非常狹窄的 所以不能說壓力測試的報告 歐盟寫出來的告訴我們說 假如是不錯 是真的不錯 那歐盟的壓力測試報告 在兩個禮拜前出來了 那它寫得非常的客氣 我認為其實是不好 因為照慣例裡面 好 就是說我recognize你有這些 或者是說我承認你有這些 那它寫得非常客氣 叫做take a note 他說我知道了 沒有承認 沒有acknowledge 它只是說take a note 它只是說你講 你講我只是寫一下筆記而已 我沒有表示同意 或是不同意 連那個acknowledge都不到那個格 另外呢 還講台灣的核電廠 似乎是很高的 高於國際水準 它用的是seams 看起來像 所以它根本不認同 就是我們這個給它的資料 第一個是老舊的 那經過我們提出來之後 他們也了解說這個資料是不符合的 然後我們其實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也沒討論火山的問題 也沒討論說假如颱風遇上 或是地震遇上大水 我們討論的這個項目非常有限 那假如有時間 我們就來談一下這個斷然處置 就是花了我們二分之一篇幅 談的這個斷然處置措施 我們斷然處置措施在講什麼呢 是怎麼來的斷然處置措施 這個斷然處置措施是這樣 它的前提是什麼 在去年 大家可以去找新聞 去年七月的時候 日本的國會整理了一份 日本福島核災的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出來的時候 說日本福島核災是人禍 大家都覺得很驚訝 那麼大的海嘯 那麼大的地震跟那麼高的海嘯 那我們叫它做人禍是為什麼 那它就有講理由 它的結論是這樣子 這一件事情的發生是原子能委員會 政府還有核電廠 這三者共謀勾結 三者的關係太密切了 所以這三者沒有好好盡他們的責任 保護民眾 免於核災的這個本來應有的責任 因為其實很早以前就有人提說 日本有大地震的紀錄 在那個地區也有很高海嘯的紀錄 曾經有到45公尺高的 那在核能管制的委員會裡討論的時候 也有學者提出來 但是都被漠視 所以假如你提出來了 那可能它的預警 它就有做一些處理嘛 那就不至於有這麼嚴重的核災發生 所以這個報告裡面就講 這個是組織性的問題 組織跟這個結構的問題 管理的問題 不是天災 是人禍 那我們台灣 居然可以把人家的這個事件解釋說 日本的人禍 是說當事件發生 核電廠已經出問題的時候 日本人捨不得灌水 灌水太晚了 所以這叫做人禍 我們的行政院長也這樣講 我們負責能源的政務委員也這樣講 所以我們才發明了一個叫做 斷燃處置措施 這個斷燃處置措施 其實就是 現在我們其他事情都沒有去加強 只要在核電廠發生 可能發生意外的時候 我們就把水打開 把山上的水就流下來 把這個核電廠整個淹起來 我們認為就不會發生事情 所以我們馬英九還去跟外國的這個核電專家說 很高興地講說 我們台灣絕對不會發生日本福島 因為我們有斷燃處置措施 所以我們變成核電的謀幻生 偏然 這個是自己講講好聽 這個是 不是國際公認的 對 就是根本不 人家討論不是這件事情 硬是給人家扭曲 我們的核電廠有沒有加強呢 我們原來核1、2、3、4 防震係數0.3、0.4、0.4、0.4基 那基是重力加速度 有一次去核市參觀的時候 我們就問0.4基可以防幾級的地震 台電就說可以防7級 那郭教授一定很清楚 日本有一個世界最大的核電廠 就是柏崎義 柏崎 那個世界又是最多 對 七個機組 那它這個核電廠原來的設計是0.6基 防震係數喔 可是2007年有個地震對不對 對 6.8基喔 6.8基的地震 七個都震壞了嘛 七個都震壞了 他們就停機了 對 停機了 最早修復是多久以後呢 快兩年 那到日本311事件的時候 2011年還有三個機組沒修好 我們就問啦 人家0.6基的防震係數 七個機組都震壞了 那我們台電呢 說我們的0.4基可以防7級地震 這樣子有沒有怪怪的呢 台電的回答 就是說我們的0.4基呢 就相當於日本的0.6基 大家就很好奇 基是一個常數嘛 物理的常數啊 物理的常數都可以在台灣跟在日本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台電這個不是認真的作假 或是認真的說謊 不知道什麼叫認真的說謊 這事情還沒講完喔 是是是 那他就覺得很狐疑 那怎麼辦呢 旁邊就有原子能委員的副主委在 我們就說副主委黃慶東 副主委副主委 台電的說法這樣有道理嗎 那你知道這個副主委的回答 更令人這個下巴都掉下來 他說喔 你家養的雞 當然跟我家養的雞 是不一樣的雞 我的天啊 這個雞它反而當作雞啦 對 這個其實我認為是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把核安當作笑話來講 一點不認真 那我們怎麼可能核電廠是安全的 我們現在沒有出重大的災害 只能說上天保佑 對 所以最近不是那個新聞也在評論嗎 說我們現在所有的各部會的 大家從總統開始 就是民調的滿意度 都是在比爛 對 都是比爛的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 只能吐笑 對 所以大致上呢 因為歐盟的報告出來 其實對 並不是很友善 對原子能委員會也不是很有利 所以大家在新聞媒體其實報導的很有限 大概一天就結束了 所以並沒有達到它當初想要的目的啦 當然我們說 核四會不會要公投 目前還有很多的變數嘛 可是大家千萬不能鬆懈 馬正母他是質疑要公投嘛 反正他又用剛好把那個命題倒過來 反正他這個陽謀很清楚嘛 就是讓你就是說 你看公投沒有過啊 所以要蓋核電啊 對 現在其實有幾個因素 可能會影響要不要公投 第一個就是說 他本來是要在今年底 看來是沒有希望了啦 因為為什麼他本來一直想要在今年底 因為明年底 要選舉 要縣市長要選舉 這兩件事情 假如公投跟縣市長選舉放在一起的話 投票率就會高 他的算盤可能就錯了 所以他本來一直不想要挪到明年底 那現在已經是年快年底了 所以看來說不定就不公投了 當然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大家要注意的是 其實早期國民黨一直反對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一直反對全國公投 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他們因為中國人反對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某一個議題可以全國公投 以後國家的名號什麼都可以公投 所以說不定中國人去影響國民黨 那當然當初嘉義化為什麼會去投丟出這個 政治學者 可能他的政治算盤打得太差了一點 所以可能不會公投 但是我個人是認為說公投的法是 鳥籠是一回事 公投要不要進行 我覺得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很多的事情 重大爭議的事情 真的是要公投去解決 因為這樣子也要給大家充分討論的時間 而且我們的公投也要讓大家變得比較公平 正反都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談這件事情 而且台灣將來的命運真的是需要公投去解決 所以我認為公投還是解決重大爭議的一個好辦法 那最近聽說這個小泉 對 對啊 小泉也都是反對蓋核四 然後那個兼職人 他那時候311發生核電 福島核電災害的時候 他就是那時候在位的首相 所以他整個情況他是最清楚 那他今年吧 今年也是因為來台灣 今年也來台灣 對 就是應該要 不應該蓋核電 日本 為了要日本的永遠 所以他講這種都是廢腐之話 因為他最了解那時候 東電是怎麼在騙的 那整個日本的那個官僚體系 是怎麼在運作的 所以他們講的這些話應該是 我們應該要聽得進去 怎麼還會 還把人家的還再度扭曲 就是說其實我們 大家要回頭想就是我們有沒有 因為日本福島核災的發生 我們有沒有學習到什麼 我覺得我們一點都 尤其是政府 一點都沒有學習到 我們民眾都開始更 就是比較了解 更多人關心 對 但是政府其實是沒有去 就是日本 我們一直這個核電 我們一直把它當作是謀幻生 我們就是都是跟 說要跟他學習這樣 那日本他們自己都有提出這種反省 那為什麼 我們這個時候 還幾乎 業主帶跑 說我們比他還更有核電的專家 以上是我們今天 台灣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的劍 謝謝各位觀看 今天到此為止 再見